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泽祥这次在中线附近的顶防的非常成功 马上自己空切投入到对方的禁区里面 形成下底的船中 但可惜最后这个下底的船中呢 出球的分量线路都没有控制好 机会 中国卫于瑞在禁区里面呢 是用头把这个深花队的远射给挡出来 好球 好漂亮 补射球局 马来来 马来来护球转身 然后呢 安德烈路易斯啊 非常巧妙的一个让球转身 一下子破掉了对方的 我们看前后的包夹 随后他自己的有力的低射 造成了守门赵石的扑球脱手 而门前呢 马来来非常机敏 迅速跟上一脚捕射破门 让一球 也是开到后点投球 顶向门前直接打凌空 那就是这个球 后退 再想找这个落点 阿尔蒂斯呢回传 身后 外围跟上再把球拿下完 结果 二号张卫在跑动当中 像是用右脚外脚背来即捅射 打不出来 这一下子使得这个左右两边的进攻呢 边路进攻呢 不是特别均衡 没错 马那法 哎呦这条射门啊 在球突破 包括跟队友之间的传球配合 来创造机会 这次就是他和安德烈路易斯之间的配合 祝宝杰 没有往进区里起高球 而是第一瓶球呢 推到了罚球湖圈顶的位置 脚底呢有点打滑 路加利奇的解围呢 这个球没有踢出界 马那法 倒三角传过来 有点模仲两可 实际上马那法很耐心地把球压出去之后 还曾经转会去到过上海海港 对 好的 这次 漂亮的前点投球百度 前点无惜投球后蹭这一下 自己多 好的 中路指甲 安德烈路易斯 越位了 好了 主台板核心的明哨结束了全场比赛 中路指甲 赛 第三次 先 二次 三次 三次 三次